大家好,我是康普集團副域行長 即康普材料科技總經理何博章 今天很容易受臺灣經濟研究院的副院長的邀請 來到了現場跟大家分享我們康普集團 這一年做品牌上的一些經驗跟我們的感想 來為大家分享 第一,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康普集團 我們康普集團是由三家化學公司組成的 在台灣上市的集團 我們旗下有橫移化工、天文化學 當然還有我們主體的康普材料科技 我們總部位於新竹 那與全球有七個生產基地 那這個是剛剛口述說有提到的我們的集團的公司 那以康普材料為主體 那是台灣最大的 最近可能大家比較在新聞上或是媒體報導上看到的 我們所做的一些離電池相關的正極材料的上游原料 那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硫酸涅跟硫酸菇 那再來我們以康普來說的話 我們還有拿到一個車用的一個認證 那這個認證叫IATF16949 那也是一個跟ISO比起來相對嚴格的認證系統 那同時的因為我們康普會涉及到蠻多礦物資源 所以我們也需要讓國際的客戶了解到說我們的礦物資源是沒有衝突 是沒有同工的威脅 所以我們需要拿這個RMI的認證 那再來旗下還有天文化學 那天文化學就是一個草酸的精煉廠商 那同時也是一個固原料的上游的精煉公司 再來是橫移化工 那橫移化工是一家生產肥料及硫酸的公司 那橫移化工近年與客戶有打進台灣的半導體的供應鏈 那也是一個集團內歷史最久 但是該怎麼說呢 從我們最名聲的肥料到這個最高科技的半導體供應鏈 都有做到一家公司 那接下來以產品應用的來說 我們主要分特用化學材料 氧化儲酶 動力電子材料跟肥料 那這所有的產品組成是由我們康普集團三家公司 所有的公司的材料及產品所組成的一張圖 那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做的化工的原料 可能各位聽眾比較不清楚 所以我們就以這個應用端來說 那基本上各位可以碰到食衣柱形的東西 都有我們的材料的聲音 我們從這些石化葉可能會出現的化學纖維 然後從剛剛有提到的肥料 甚至這個半導體大家所有的三系元件用的IC或製程上會使用的化學品 甚至我們的手機裡面 Notebook跟現在的電動車裡面的電池裡面的原料都會看到我們的聲音 那其他的一些面板業的一些處理劑或是食品的添加地 我們都有涉獵 那後續這個帶到一下我們現在電動車的市場 這個也是讓各位觀眾了解說 為什麼我們會突然想做品牌 因為這電動車市場 再來其實我們康普發展在台灣已經30年 那最近可能真的是市場的發展才比較受大家的關注 那最近其實3到5年前我們康普就是一個非常安靜的 對做BWP的生日 我們每年只要跟我們大客戶 跟一些中客戶大概談好一些合約 我們大概整年就是努力生產 然後交貨 那也是近年的發展之後 我們才發現說新的參入者越來越多 那這也是因為電動車發展的情況下 我們的客戶越來越多 那這個商業模式有持續的改變 那這張圖就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2012年從全球的12萬台電動車到2021年 已經達到675萬台 那去年也是一個蠻關鍵的一年 因為去年在歐洲的電動車的銷售量 大於這個在中國它本身的電動車的銷售量 可能很多觀眾不了解是 中國其實是電動車發展最早的國家 這個政策的領導下 它有成長非常的大 那近年這個比較有趣的就是歐洲 對於政策推動下 它已經市場的發展已經大約於這個 歧視者中國 那後續這個是我們的一些正極材料的產業鏈 那最主要這個我們的產品是從這個涅谷原料 那這個都是一些產區可能會是在澳洲或者是 DR Congo 我們稱作鋼果金或甚至是澳洲 那我們會把這些原料做一些上游存化的一些動作 或者是把它轉成化學品 之後到我們的下游就是所謂的正極材料 然後之後就到電池星 然後電池星之後到電池模組之後才會裝到電動車 那所以這個是簡單帶過一下這個我們的supply chain 跟value chain的樣子 基本上這個行業是發展非常的快 所以各個區塊的產業鏈的公司都蠻想跟我們合作 這也是主要是因為這個我們長有的最上游與礦山的接觸 那所以其實蠻多下游它為了控制成本 或是說我想了解它的上游的成本的變化 那最先找到我們的都是我們這個COMPU這類型的加工廠商 那講這麼多介紹我們公司 那下一步就是跟大家說一下為什麼我們要做品牌 那如剛剛跟各位報告就是COMPU其實真的是在這三到五年 才會廣受大家的關注 那客戶也慢慢增加之後 我們發現其實我們以COMPU本體來講是一個30年的公司 那以橫移化工這其實是我的阿公創立的公司 那COMPU是我父親創立的公司 那所以一家是60年的公司 一家是30年的公司 那旗下也是我父親 我阿公跟霍仁創立的天王化學也是一個40年的公司 所以我們的集團內其實有一家30年40年60年的公司 那做的也是各行各業 那當然把這三家公司串起來的 就是我們COMPU竹筆也是現在的何董事長 那回頭來講這麼多為什麼要做品牌 其實當初做品牌的第一個想法就是說 我們如何讓我們三家公司的距離可以走在一起 因為我們這三家公司各有各他的資源 那其實在做蠻多的生意布局上 我們有做一定的整合 那回頭來看之後 這三家公司居然歷史這麼久 以前有各自的老闆 那我們要怎麼樣透過一些介面呢 來把大家的相信力提升 同時減少集團公司內的一些 可能溝通上的問題 那也是其實就是我們想做品牌的一個其實的原因 那第二個當然是為了真材 其實我們做化工廠 很多同仁或是可能新進員工都會認為說 化工廠是不是骯髒危險 那同時我們總公司在新竹 要面對這些人才很容易被這些科技廠商 給的聘用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提升我們自己 對外對內的所有的這個感受 那所以這也是一個我們為什麼想做品牌的原因 那我們第一先做的就是 我們把我們的康普材料科技的logo 我們先跟我們的顧問老師 特意顧問公司有做了一連串的討論之後 我們決定說我們要一個集團的logo 那這個集團logo 基本上就是配合我們的這字體做一些的改變 讓這個logo可以看到是說 我們的兩個產品 其實最大的就是硫酸酷跟硫酸涅 這可以看到一個 Cobal Blue跟一個Nicol 它的顏色 那這個的膠合也是一個雙銀的意思 那同時這也是一個化學見解 也蠻適合我們化學廠商所擁有的識別 那後續 OK 這邊有提到就是我們以化學雙核心 跟發展極大化 跟共創有雙銀 這個是我們當初的集團的logo的理念 那同時我們也是把這些logo 也應用在我們的子公司上 那後續我們做了一連串的識別 那有不同於前兩位先進報告的 他們做的這個匹配識別是我認為比較成熟 那我們其實做的第一年 我們一開始是從這個 次企業的標誌跟識別來著手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一連串的logo的改變 或者是一些front的改變 那還有一些集團的子公司的logo 我們都一個一個開始慢慢的著手 那我們希望可以讓我們這個60年 30年跟這個40年的公司 整體的形象可以做一個大幅的改變 所以我們公司其實還是算一個work in progress 那如剛剛說的我們現在行業發展之後 我們現在其實也發現說我慢慢做這些東西 也不能慢慢做了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有蠻加快的說 提升我們的能見度跟這個辨識度 那再來這邊可以看到我們做了一些的調整 那基本上我們把logo的大小啊標誌啊 都有做一些的改變 那來配合我們這個康普集團為主的標誌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紅色的這樣UCC 跟這個紅衣化工 這是我們以前的logo 那這後續我們也會做一些 跟我們集團的標示 會有更接近的一些便捷 那後續呢其實我們開始的就是有這些事物用品 把舊的全部改掉 讓一個更現代的一個方式 這樣我們的客戶跟同仁來進到公司 看到我們的事物用品至少會覺得說 OK 我們東西不是說沒有這麼一致化或是整理 那其實我們甚至是把這些design 都用用到我們化工業常常有的這個規格表 或是我們叫做這個COA分析表 或是MSDS這些規範上 那後續其實我們做了蠻多的廠區內的整理 那大家可以看到左邊是我們在戶口工業區的新的廠房 那這個叫做這個是我們子公司天用化學所用的工廠 那我們做了一些的見解 然後一些比較前端的設計 那我們右邊這比較有趣的是 我們在一個我們已經擁有超過六十幾年的工廠裡面 我們把一個歷年大概四十幾年的倉庫 我們保留它的一些古老的原本的設計 然後外面整理過之後再往上加改 那我們這個是配合這個現代古老的 不是說古老就是以前的比較懷舊的一個結合 所以說這個建築也是我們最近 今年才開始使用的新的辦公室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我們最新的辦公室裡面做一些便捷 所以我們當初在一個六十幾年的老廠區 那時候跟顧問討論說 那我們要做這麼前衛嗎 這個到底是給誰看這樣子 但其實我們後來發現其實說 這不是說要給誰看 其實變成是我們自己想要表達什麼 我們勝利一個六十幾年的公司 以橫移化工來說的話 我覺得蠻多是我們蠻前衛的一些創新的挑戰 就是從這些細節 從你一開始搬來公司不敢用的顏色 或是一些標記小小的東西來開始 我認為是一個改變的一個第一的要素 那後續我們在辦公室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綠色的這個窗戶 其實這個就是原本這個倡庫原有的窗戶 所以這個窗戶歷史可能也是三四十年 但是我們裡面的做一些的建築物 做一些的重新設計 保留它原本的design 然後再去把它加薪 那後續呢我們做了蠻多這些環境視覺的規劃的設計 那我們使用了一些台灣的動物 然後配合我們的化學品的一些標示 讓同仁感覺比較活潑 那後續與制服的規劃上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也做了一些的動作 因為以往我們可能比較簡單 買一些外面廠商可能做好的一些棉的產品 那可能就是打上紅色的字的logo 相信蠻多公司大概都是這樣處理 但我們後續配合我們的標誌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顏色 做了一系列的做法 所以我們現在的現場的同仁他們的制服 已經更改為這兩件的配色 那我們對於辦公室呢 就是當然比較年輕一點 走這個Polo 3的方式 那再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所有做這些品牌啊 甚至標語跟設計的時候 我們是有做了一個品牌的共識營 那這個共識營 我覺得很多公司大家都有做過 不過在我們Comp來講 這是第一次我們把集團的所有公司 一起大家透過這個五六兩天 然後把這個品牌共識營做出來 那基本上這個品牌共識營在這兩天 我們第一其實做了 就是第一了解大家了解彼此 跟大家討論說為什麼我們要做品牌 那品牌其實回頭來說很多人還覺得很抽象說 為什麼我們一家化學公司需要做品牌 不過剛剛其實在過程中也提到蠻多就是說 需求其實一直都有 只是說你沒有去面對它 你家公司的網站 你家公司同仁的制服 場內的環境 跟這些所有的公司的標語也好 其實客戶經營的公司 或者是現在有些法人來拜訪我們的時候 其實這都是一個第一印象的表現 那這個比較算是對外的一些做法 但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對內 因為對內的這一塊 因為對內的這一塊 我們同仁這個的人才的流才 或是真才的時候 現在越來越的公司其實 在這塊台灣人手不足 或是這個燒子化的情況下 我相信大家是越來越辛苦的 那現在的其實蠻多的年輕人 第一在找工作的時候 是希望找進外商公司 那其實我們一開始在想說 我們要怎麼樣讓我們一個 在本土超過60年的公司 就是做的更現代化一點 更這個國際化一點 甚至讓人家覺得我們是家外商 所以這是有一點 是我們在努力的 那這個我們也不是說本土化不好 或是舊的不好 我們想做的就是 可以讓國際的公司這種感覺 因為事實我們康普集團 也是有在三個國家生產 那至少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產品在出口 所以讓大家有這種感覺 跟我們不是在本土競爭 我們不是只做本土生意的這種 氣氛是需要拿出來的 那帶入這個想法之後 我們最後平台共識營 跟大家溝通說 OK我們的商業模式做到哪裡了 那我們的客戶在哪裡 那跟以往我們需要改變什麼 所有的思維啊 所有的溝通其實都可以在這個 品牌共識營所發生 所以我是真的蠻建議各位 如果是有想要走品牌的話 真的可以走這個品牌共識營 這兩天其實全公司的 從我們的中階幹部 高階幹部都是花至少兩天下來 大概至少15到16個小時 我們可以討論所有公司的發展 跟那個target的個戶 那其實都有一連串的系統化 去做它的 那最重要的其實就是 這兩天大家可以討論非常多 那身為這個公司的主管 也可以了解空人在想些什麼 那很多以前不同的聲音 可能聽不到的聲音 其實都是一個蠻好發揮的地方 那講這麼多其實最大的重點 這個就是需要去了解自己的公司 那透過品牌公識營 就是去濃縮 了解客戶的需求 自己的需求 各方面的需求之後 把你的品牌把它濃縮出來 然後走到你想做的方向 那這個就是想在這個公識營跟大家分享的 那以企業使命來說 這個我們當初其實也蠻蠻有趣的 因為最近蠻多公司大概都在想這個企業的使命 願景或是這些標語 那我們自己和康普集團 跟這個顧問討論 還有收集同仁的意見之後 我們是有這個有一個英文的標語 那我相信這個的運用 大家以後會越來越看到 因為這是我們的同事想出來的 那我們是預計在各家文宣都會開始使用 那基本上這個以中文來說 我們的材料我們認為是所有事物的核心 那循環利用驅動未來 是我們現在康普的企業使命 這也跟我們的英文是蠻有好的連結 因為core就是我們的核心 maximize 所以我們是想要把所有的事情 這材料的所有的事物的核心 然後把它帶入這個core的使命 來驅動的未來 那再來這個是品牌的願景 那我們品牌的願景是我們康普情團 想成為先驅產業的化學材料供應商 並守護企業社會環境 這個現在是我們做化工廠 是一個非常需要注重的 因為現在各國其實都會有一些污染 或是一些洩漏的問題 那以我們化工才來講這個安全的重要性 甚至是使用一些環保的材料 然後make sure我們的產品是可回收的 跟甚至要求我們的供應商 可以提供一些更green的材料 這都是我們的身為化工廠需要做的 那最後我們以上的標語 有剛剛提到是我們的同仁想出來的 所以我們在內部是有做了一些 一些徵權的活動跟一些票選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是有提供一些獎金 跟一些抽獎的方向 那最後我們的品牌高於這個 Core Service跟Max Value 所以很剛好跟我們的公司的名稱 Core Max是做一個完美的連結 所以我們叫做核心服務跟價值無限 那康普品牌的未來 其實我們的未來其實還很多要走 我們現在對於法人 對於國外的客戶跟國內的客戶 國內的同仁 甚至公司的網站 intranet 這所有的東西 我們既然已經現在有一個 康普的新的logo跟一些標語之後 我們現在在努力的是把這些所有的元素 配合我們以後說要做的軟硬體的提升 來加入 來增加我們公司的能見度 那其實最終最終其實還是 說這個品牌 叫做品牌要 target甚至說你想做的事情 那當初我們的發展很簡單 我們只想要把提升公司 不是變得更現代化 但是真的會越做越多 所以說我覺得大家 真的可以開始嘗試它 然後也透過我們台灣這個品牌的 要生計畫 拿到一些補助金 然後敢花一些錢 所以我也是覺得 這個是非常值得的事情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